弟子杨过今日拜小龙女姑姑为师 从今以后听姑姑的话 姑姑若有危险 杨过一定会舍命保护 若有人欺负姑姑 杨过一定会将她杀了报仇 公元1239年12月26日 14岁的杨过拜18岁的小龙女为师 为防咒骂前任师父时连累到小龙女 杨过便不称呼小龙女为师父 而是称她为姑姑 小龙女生性淡薄 自然由她 在将古墓派门规陈述一遍后 小龙女带杨过来到了一张床前 让她以后就睡在上面 杨过还未上去 就感觉到丝丝寒冷 连忙拒绝 可小龙女不由分说 便将她提了上去 杨过顿觉彻骨冰冷 难以忍受 杨过只能继续拳紧了身体 一瞥眼 却见小龙女轻轻纵气 横卧在了眼前的绳子上 她顿时惊呆了 忙让小龙女将这门绝技交给自己 小龙女却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反而杨过睡的寒玉床 是祖师婆婆花了七年的时间 在数百丈兼兵下挖来的 在上面休息内功 一年抵得上十年 杨过这才明白小龙女对自己用心良苦 当下按照她传授的口诀 慢慢运气 便不觉得怎么冷了 十多日后 小龙女带着杨过来到全真教 在将治疗风毒的御风枪奉上后 开始宣誓主权 从今天开始 杨过就跟了我 跟你们重阳公屋 再也毫无半点关系 尹志平一愣 说杨过乃是全真教弟子 小龙女强行收去 余理不合 可小龙女管她奶奶的腿 转身就走 狗障人士的陆清毒 立刻大骂杨过 是欺师灭祖的小杂重 并伸手向她肩膀抓去 杨过右脚轻轻一伸 便将她绊倒在地 然后被小龙女牵着飞走 小龙女告诉杨过 她虽然打败了陆清毒 但若是遇到真正的高手 非吃大亏不可 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让对方 抓到自己的肩膀 而要修炼到这种程度 就必须从根基做起 然后开始传授 杨过古墓派的入门功夫 这入门功夫也着实有趣 就是抓拔卷 目的是炼成天下 最高明的擒拿手和轻功 先从最简单的三支开始 然后到一口气 抓住九九八十一支为止 而杨过这一抓就是两年 两年中 她尽得小龙女真传 模样和身材也发生了变化 接下来 两人便开始修炼古墓派 最高深的武学 玉女心经 玉女心经分为外公和内公 外公需配合全真教 新发口诀练习 这对脑子中都是口诀的杨过来说 实在简单不过 可内公却有一个尴尬之处 必须脱掉全身衣物 相对而做 互相导引内力才行 可杨过和小龙女男女有别 如果解开衣服相对练功 成何体统 好在杨过聪明伶俐 想到了以花丛折身 谁也看不见谁的修炼方法 冰清玉洁的小龙女退掉衣衫 全身赤裸着与徒弟相对而做 修炼起了古墓派最高深的玉女心经 只见两人双掌穿过花丛紧贴在一起 不一会儿体内热气就湿透了全身 而就在距离花丛不远处 全真教弟子尹志平挥舞力剑 在树上刻下了小龙女三个字 原来自初次见到小龙女 尹志平就被小龙女惊为天人的容貌吸引 晚上经常睡不着觉 可这个秘密却被师兄赵志靖发现了 赵志靖当即以此威胁尹志平 不要跟自己争抢首席大弟子 因为首席大弟子是可以做掌门的 尹志平不甘受他威胁 立刻拔剑与他争斗起来 本来两人谁杀了谁都无关紧要 可两人打着打着就打到了花丛附近 杨过心神一紧 知道小龙女修炼玉女心经 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绝不能受到任何打扰 便撤掉内力停止修炼 好随时保护他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尹志平被打落花丛 看到了小龙女的兵姬玉骨如雪浮光 杨过立即抓起衣衫披上 将尹志平踢出了花丛 赵志靖紧接着就飞身而来 万分得意地嘲讽起来 你的一种人在这里 跟男人干那些无情的勾当啊 赵志靖大笑着 又侮辱古墓派污秽不堪 败序其中 杨过勃然大怒 让两人滚远一点 可小龙女深知 此事一旦传扬出去 古墓派的名声就毁了 让杨过赶紧杀了两人 赵志靖这才认出 此人竟然是杨过 可不等反应过来 杨过就以抓麻雀修炼来的秦打手 快捷无比地夺了他和尹志平的长剑 你敢杀我 你姐我曾向你下贵拜师 现在你已经不是我师父了 为什么不肯杀你 要是你敢杀师父的话 那你就杀吧 废话少说 过儿 杀师不祥 你叫他们发誓 不说今天之事 你就放了他们 赵志靖死里逃生 立即说今晚之事 如果自己对第五个人说起 就身败名裂 不得好死 可杨过哪里知道 这个漏洞百出的誓言 从赵志靖这个卑鄙小人口中说出 日后还会成为自己的大麻烦 而当尹志平也发了一个毒誓后 杨过才收剑放走了两人 然后将重伤的小龙女抱回了古墓 小龙女身受重伤命不久矣 为了遵守一生一世 照顾杨过的承诺 拔剑要杀了他 杨过大好年华不甘就死 趁着小龙女晕倒之际 逃出古墓而去 在狂奔了三千米投玉米池时 一个年轻貌美的道姑出现在眼前 询问上山的路 杨过立即装傻说不知道 傻小子 休想坐弄本仙姑 仙姑啊 你本来是个大美人啊 可是你看你看 你生气的样子啊 一难看死了 我不跟你玩了 杨过继续装傻 并跪在地上求饶 可洪灵波非逼他带自己去火死人墓不可 杨过无奈之下 只能带着他绕圈 可很快就被发现了 杨过只好带他前往 等进入火死人墓后 杨过立即闪身去寻找小龙女 小龙女脸色苍白 伤势越发的严重 没说两句 洪灵波就出现在身后 弟子洪灵波拜见师叔 我师姐呢 他也来了 师父命弟子先来向师叔请安 你走吧 这里莫说是你 就算是你师父 也是不能进来 洪灵波见小龙女受了重伤 立刻发射兵破银针 索要御女心惊 杨过急忙上前将她制住点了穴道 洪灵波万分骇然 没想到杨过竟然装傻 武功还这么高强 小龙女随即让杨过关上墓门 以防李末筹进来 可李末筹已经进来了 见古墓中竟然多了一个陌生男子 李末筹无比诧异 指责小龙女掏养野男人 触犯门规 又以此威胁小龙女交出御女心惊 小龙女知道已眼下情形 一定斗不过她 便让杨过假装拿给她 杨过翻了半天 忽然将整落书砸了过去 然后按下机关 携手小龙女进入了另一间密室 可小龙女来回折腾 身体已经无比虚弱 加上吐血太多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杨过急忙割破手臂给她输血 小龙女十分感动 便让她放下断龙石独自逃生 可杨过知道 一旦放下断龙石 就彻底封死了古墓与外界的通道 小龙女也会困死其中 那么杨过又该如何去做 请看下集讲解 喜欢的朋友麻烦帮忙点赞关注 体确在此先行感谢